赏年季节是以夏天为主 但是在苗栗造桥乡 秋冬也可以有这般的美景 这是因为平行村民攀福田 它十多年前将荒废的农田挖生成了水池 栽植九品香水莲 而这种品种是四季开花 加上日照族 地理位置也避开了寒风的吹息 因此秋冬时节这开花的情况也非常好 随着阳光照耀逐渐绽放 赏莲可不止在夏天 到造桥乡平行村来 秋冬也能够赏莲花 嘉宇的田那时候就是 几乎都是休耕啦 自己就觉得种种莲花 可以欣赏大概还不错 一开始初心是自己种种看 有兴趣种 那后来刚好配合社区营造 那大家说不如这个地方就来配合 首先是配合当年度的 指数学的预美化的活动 除了种水面上的其他一般的树木之外 另外那年我们就配合来打造来种莲花 让它有一个立体感 荒废农田在它的用心下 莲花朵朵开变成一处秘境 由于栽植的品种是四季开花的九品香水莲 加上这里的日照族 位储较低的地势减少寒风吹袭 因此就算是冬季花也开得不错 特别是从高空俯瞰 水池就像是颗绿油油的大爱心 游客造访也能够感受社区绿美化的成果 通常我们透过立美化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打造一些小公园 那当初我们大概联系有八年 办了九世的植物节 从点线面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联系有三年 一年在这个地方 另外在我们往前一点新庄公园 有一年是打造新庄公园 另外一年就是旁边这个建成纪念公园 就是那当然很重要的时候 整个社区的营造或者农村的建设 在地的居民 尤其地主愿意持续是很重要 透过居民的用心 莲花池周边绿意中盖着美感 错过夏季莲花的民众 可别错过这处景点